之前呢就是看那個冰原歷險記 然後才有給長毛象有印象 超可愛的 就是從以前都覺得大象是一個很可愛很可愛的動物 然後我記得以前去泰國旅行的時候 都會騎大象 然後會餵牠那個香蕉吃 然後今天就是看到了很多模擬的大象 而且真的用手去觸摸到牠的毛髮是很柔軟的 然後比真的大象還要可愛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興奮 然後最重要的是等一下呢 我們會去一個零度四 對 很期待 然後感受一下當時的長毛象是住在多麼冷的地方 然後這是讓我很期待的地方 嗯 心情很興奮啊 因為其實 師妹叫小明星 喔 師妹 師妹叫安思維 我叫安 對 然後因為其實我小時候就很喜歡長毛象 因為小時候家裡有一套漫畫在講恐龍跟那個長毛象的 所以現在看到就是 這種模型呢 其實心裡就很興奮 很可愛 對 而且真的覺得大象比恐龍還可愛 嗯嗯嗯嗯 然後看到牠就發出一啊的聲音 因為覺得很可愛 對啊 因為牠又有那個毛 然後感覺就很像一個毛隆隆的小怪物 很可愛 除了工作啊有很多新的主持的工作 嘗試跟思維一樣有嘗試了主持的工作 嗯 然後是在今年很不一樣的 然後還有就是因為明年計畫要出一本書 然後其實對我的壓力是蠻大 因為不只要把我的運動的內容分享給大家 然後自己要保持很好的體態 然後另外還有我的生活作詞也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希望可以在明年把很多自己健康的小知識 跟大家一起一起討論 然後讓所有的人都可以更健康 要更愛上運動 嗯哼 那我的話呢 其實就是現在有在主持一個那個新聞的節目 對 就是訪問一些藝人的一個新聞的節目 那 對 謝謝你喔 那個訪問人是這樣的有趣 然後他表現也是個很可愛的女生 對 因為我們的新聞它是比較偏搞笑路線的 所以就是還要問一些 還是要問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平常的話呢 可能就是因為我現在也在減肥 所以可能就會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 像減肥的食譜啊 然後也是常運動 然後也是常運動 然後也常看到他跟大家分享 怎麼運動啊 怎麼吃 而且他其實也學會煮菜 喔 其實也不是最近啦 就是 一直都很會煮菜 一直都還蠻會煮菜的 對 因為我就覺得 嗯 煮菜是女生就是必備的一個 以後結婚的功用 你知道嗎 也可以照顧老公 對 要先抓住男人 先抓住他的胃 就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好 謝謝 好